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章里边的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家庭收支储蓄表的编制和分析 那么家庭收支的储蓄表呢 就相当于企业的利润表一样 那么我们相当于企业呢是为了追求利润 我们呢是为了追求家庭储蓄的增加 那么家庭收支储蓄表的这个编制和分析部分呢 我们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储蓄表的编制啊 如何编制 然后呢我们是如何对这个表来进行分析 从而呢明确我们增加家庭储蓄的这个着力点和方向啊 在哪些方面 最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个 关于储蓄表编制的这方面的这个案例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家庭收支的储蓄表的基本的格式 那么在这个格式中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第一栏呢 我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工作收入啊 工作收入 那么它包括我们的一般啊 这种工薪层啊 我们的工资收入 另外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收入 比如比如你有一些副业啦等等啊 然后要减去生活的支出 生活支出呢包括你家庭的正常的生活支出 还包括子女教育金的支出啊 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跟生活啊 一些相关的这部分支出 那么工作的收入减去相关的生活的支出之后呢 我们剩余的就是工作储蓄啊 我们有个词叫做工作储蓄来使用这部分的资金的结余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理财方面的 理财收入和理财方面的支出 理财收入呢包括我们的利息收入啊 资本利得 什么叫资本利得呢 比如你股票十块钱买的两块钱卖掉 那么十二块钱减去十块钱啊 美股我们收益的两块钱就叫做资本利得 那么还包括其他的理财收入等等 那么理财的支出呢包括一些利息的支出啊 包括一些这个保费的这个支出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支出项目 那么理财的收入减去理财的支出啊 得到的是叫做理财的这个储蓄 那么工作储蓄再加上理财的储蓄啊 我们总称为储蓄啊 最后的储蓄额 那么我们看一下家庭收入的这个编制基础和 家庭支出的相关的编制基础 首先呢我们按照这个家庭收入的编制基础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工资和酬金的所得 那这个一般是我们工薪阶层的一个主要的收入 那如果你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位是个体工商户的话 那么我们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也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之一 另外呢如果哈我们这个家庭成员是承包了一个单位 那你的承包经营所得啊 也属于你家庭的主要的一个来源 那么劳务报酬所得啊 劳务报酬所得 那么比如说你是提供劳务来挣钱啊 这部分所得 另外稿酬所得啊 写稿挣钱或者是特许使用权啊 比如说你专利啊 专有技术啊 你家特有的商标啊 都可以来获取你的收益啊 这部分所得 那么家庭支出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家庭支出我们可以按不同的这个主体来分 比如说呢你要是按这个项目分的话 我们可以按照衣食住行啊 教育和娱乐等等这些来分 那么如果按照工具来分呢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支出是用刷卡型支出啊 还是直接转账啊 还是现金啊等等 如果按照主体分呢 我们还可以按照家庭成员每个人啊 在一定时间内他的花销来进行统计 或者按照对象分啊 按照支出的对象啊 进行具体的统计划分 但要注意一点啊 我们记账和预算呢 我们使用的这个基础要一致啊 不能你记账用一个预算用另一个 这样会造成之间的这个不平衡的状况 好那么在编制家庭的收支储蓄表方面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首先啊 我们知道家庭收支储蓄表啊 相当于利润表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报表 也就是说呢 它记载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啊 它的流量 家庭的这个资金流量的信息 通常呢我们这部分信息呢 是按月来进行结算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记账的时候 要以现金基础啊 为记账的准则 也就是说呢 按照前面的这个 我们讲过全责发承制 和收付实现制 那么在家庭的收支储蓄表的 编制过程中呢 我们采取的一个原则 是收付实现制的原则 特别是在储蓄卡 特别是在信用卡方面 那么信用卡呢 实际在还款的时候 我们才记它的支出 而并不是说 在华信用卡的当时 刷卡的时候来记支出 我们是按照这个还款的时候 来记支出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啊 变现资产的现金流入 包括本金和资本利得 所以呢 这部分本金部分 我们是作为这个资产向来调整 也就是在家庭资产负债表里调整 而只有资本利得这部分 我们才记录到收入中 因为这一点是我们大家 这个生活中经常容易搞混的 比如说我这个股票 我购买的时候花了八万块钱 我卖掉之后呢 包括费用什么呢 我一共是十万块钱 那么十万块钱里边的八万块钱 是作为投资本金 在资产里边调整 而这个多余的啊 这个十万减八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 才作为收入啊 这个资本利得才作为收入 进入到我们的家庭收支储蓄表 所以我们在拿到原始资料的时候 首先要分清 哪些是跟这个投资的资本金啊 就跟本金有关的 哪些是跟利息有关的 那么注意的第四点是啊 我们的房贷本息摊环 只有利息部分啊 记支出 而本金的摊环啊 本金的提前还款呢 或按时还款啊等等 它是属于资产负债部分的调整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跟第三点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虽然我们在还款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每月啊 这个本息平均还款 那每月还房贷 比如都是八千块钱 那么八千块钱 实际上在每一个月里的八千块钱 它的本金构成和利息构成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按照这个 联行就我们打出来的 这个回单啊 回联来具体分析 哪些是本金 哪些是利息 而分别把它们进入到 资产负债表和相关的 这个家庭收支的储蓄表中 那么我们从 家庭收支储蓄表的结构上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下分析啊 那么从这个整个的收支结构中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的收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跟工作相关的 一个是跟理财相关的 那么理财的收入减去生活的相关支出 我们得到的叫做工作储蓄啊 工作储蓄的额度 那么第二个层次呢 是我们用理财收入减去理财的支出 得到的是理财储蓄 理财储蓄加上前面的工具储蓄 最后我们获得的是整个的 我们说储蓄额的增长啊 那么从纵向结构来说啊 我们的收入层次来说有两部分啊 工作收入是我们的源头活水啊 源头活水 如果你是靠像我一样啊 我们是工薪阶层 我们是要工资生活的 那我们的工资呢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生活来源 如果你是做小买卖的 开个包子铺 那么这个包子铺的收入 是你的主要来源 如果你是以写稿为生的 一个自由撰稿人 那么你的稿费筹金 就是你的主要的一个源头活水 所以啊 我们要看呢 你的工作收入 占整个收入的一个比重 那么还需要注意到 我们一个家庭 一个人也好啊 他的这个 随着他的职业生命的 根据他的职业的变化 他的生命周期呢 是从低到高 然后再归于低 所以退休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收入将锐减 工作收入锐减 即使呢 我们有养老保险 有保险金 我们有退休金 我们有保险退休金 那么我们这部分收入 如果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们这部分收入会锐减 非常少 那么因此我们相应的在工作期间 我们要逐渐的 逐渐的提高 我们的理财收入的比重 那么最理想的状态呢 就是当有一天 我们的工作收入 非常非常少啊 退休之后 很少的时候呢 这时候理财收入 在我们的收入结构中 所招有的比重将逐渐加强 那么我们再看支出的情况 生活支出呢 是我们必要的一些支出 那这份支出呢 我们应该用预算的方法来进行控制 不能超过预算 特别要杜绝一些 即时性消费或冲动性消费 可能买回来之后发现 这东西没有什么用 那么这个贷款归还 以及保费的清偿 最好呢考虑到这个人的 这个职业生命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 这个保费和贷款的 这个辉还的工作呢 应该在你的职业结束之前完成 也就是在你的退休之前完成 否则呢 无论是保费 还是贷款的清偿 都需要比较大的额度 而我们知道退休之后呢 工作收入将会锐减 那么会对你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在整个的生活和理财支出中 理财支出啊 是应该我们希望在 这个工作收入啊 结束之前把它成零 让它成零 那么在你退休之后呢 我们说呢 工作收入基本成零 或比较小 理财收入为多 而退休之后呢 生活支出为主 而理财支出让它为零 这样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结构 那么从这个储须的结构来看呢 工作储须和理财储须 那么理财支出呢 主要包括这个利息和相关的保障型 保费的这个支出 那么这个理财储须呢 啊 理财储须呢 将成为我们啊 这个啊 应该说我们退休之后啊 退休之后呢 那么你的一个啊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储须的方式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这张图呢 展现了普通人一生的一个收支的曲线变化 那么纵轴呢 是金额 横轴呢 是年龄啊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你的工作收入 当然从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是比较低的 然后逐年提高 但是提高到你退休的这个 这个这条数线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收入基本就很少了 啊 很少了 然后呢 那生活支出呢 也是随着收入的幅度逐渐提高 但生活支出呢 啊 在你人到中年之后吧 四五十岁之后 他的生活支出将会逐年下降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房子也买了 车也买了 孩子也成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 生活支出会下降的 那么退休之后呢 应该说 只要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啊 就可以了 那么理财的收入情况啊 理财的收入情况 是啊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实际上理财支出 是要大于理财收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还房贷 要还车贷等等啊 那么 这个 等到我们这个理财 这个收入呢 逐渐提高 一直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这时候理财收入 应该是相对比较高的啊 因为你的整个财富积累 到这时候比较高 那随之呢 退休之后会逐年下降 那么理财支出呢 也是这样 一开始呢 是比较高的 那么后来呢 我们要让它逐渐低 而且呢 要在退休之前啊 退休之前 将理财支出呢 让它成零啊 让它成零 这个时候呢 理财可能有一些啊 人生的自由度 或资金的自由度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对这个储须 来进行分析啊 那么在储须分析过程中呢 我们首先介绍一个观念 叫做自由储须啊 自由储须 也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 所说的这个储须额 也就是由于我们啊 这个意志啊 自己决定能够 如何使用的啊 这部分储须 那么自由储须额 等于什么呢 等于总的储须额 减去已经安排的 本金还款 或者是投资 也就是说呢 用你总的啊 我们这一段时间的 总的储须 和总的资金积累 减去那些必须要还的 啊 未来的这个资金的安排 所以呢 这个已安排的 这个本金还款 或者是投资 是指呢 当月必须啊 拨入到个人住房 公积金的账户中 和个人养老金 账户中的 这部分金额 啊 另外还包括我们房贷啊 应该定期贪还的 本金额 啊 另外还有一些 这个应交储须型的保费 和应交基金 定投的金额等等 因此呢 相当于我们的自由 自由储须呢 就是我们总储须额 减去 投资啊 投资 那么我们的这个 自由储须额呢 比上总收入的话 就会形成自由储须率 啊 就是一个相对指标 自由储须率 那么储须率减去 自由储须率 就等于还本投资额 如果我们自由储须率啊 可以以10%为目标的话啊 那么如果储须 储须险或者是定期 这个定期定额的投资基金 用这种方式来准备 子女的教育基金 和退休金 并通过定期还款的方式啊 来完成购房计划的话 那么剩下的这个 自由储须额呢 就是可以来实现一些 我们短期的计划外的 一些目标 比如说像 国内外度假啦 旅游啦 添置一些 稍微奢侈一些的 这个家具呀 电器呀等等 或者是有一些 纪念日活动啊 比如说纪念日活动 这个两口子结婚20年 这个正好看到自己 有一部分的自由储须额 那么就周末安排 去巴厘岛过一个周末呀 等等 当然这部分 自由储须额呢 也可以用来提前还贷 提前还贷 那么 这个自由储须额 由此就非常重要啊 我们希望 这个自由储须额越多越好 越多呢 你的人生自由度 或者是你的幸福感 就会越强 那么我们针对家庭 收支的储须表啊 进行分析的话 可以发现 我们把储须 实际上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叫做自由储须 一部分叫做固定用途的储须 那么固定用途的储须 用来干嘛呢 用来干嘛呢 那么比如说 本金定期的还款 本期定金的还款 那么计划还贷的这一部分 计划还贷 而且是本金偿还的这一部分 不是说利息那一部分 另外呢 固定用途的这个储须 还包括长期目标的 一些定额储须 包括子女教育啊 或者是一些保险啊 或者住房供应金 和养老保险等等 那么自由储须啊 自由储须 我们前面说了 它是只可以自由使用的资金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于什么呢 你既可以用于 本金的一些提前还款 就是本来我们本金的定期还款 按照我们的人生计划 本来是分10年或15年还款 但是由于我有一部分 可以自由使用的资金了 我希望未来的压力减小一些 那么我可以来安排啊 把本金提前还清啊 一部分贷款 让这个整个的还款期 由10年变成5年啊 甚至更低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自由的 给自己一些目标 比如像实现一些短期的 一些小目标了 当然这个小目标没有这个王健林那么多啊 1亿元那个小目标 那个有点太小了啊 那么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实现的目标 可以是一些短途的旅游啦 国外的一些这个安排的度假啦等等 所以我们这个储须呢 储须呢 从根本上来说 我们要开源节流 那么从结构上来说呢 我们希望增加自由储须的这个额度 那么我们增加家庭储须的着力点和方向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针对啊 这个睡前收入这部分 睡前收入这部分 我们以它为一个分析的基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睡前收入这部分呢 我们希望能够开源节流 那么开源节流呢 我觉得家庭的一些支出 一些必要的支出 其实是没有办法减少的 那么节流的 它的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那么最重要就是开源 开源 增加你的收入啊 增加收入是所有的家庭理财的一个最关键的内容 那么怎么来增加你自己的收入呢 怎么增加你的收入呢 第一你可以增加自己啊 提高收入的能力 比如说你进行这个学历啊 或者是教育目标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呢 是你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在你的本职工作之外 你还能做些什么 另外呢 第三点呢 就比如现在我们 这个中央提出的啊 这个万中创业啊 这个大中创业 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你在自己的工作之外 是否还可以创业呀 那么我知道有一些 南方很多的 就是很勤勉的 这个80后们啊 一方面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那么 其他的时间呢 可能还去联系一些厂子啊 然后在这个淘宝网上开店呢 等等 作为自己的一个副业 那么这都是增加 我们这个税前收入的 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如果有了一定的收入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把税前收入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缴税啊 就是所得税 另外一部分呢 叫做税后收入 那我们知道 这个依法纳税呢 是每个公民的啊 它的责任 那么所得税是必须要交的 但是怎么交 什么时候交 就有说到了 这也是我们家庭理财的 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如何来进行 合理避税 或者是结税 那结税 那么这个呢 不做我们现在的一个 主要讲授内容 那么税后收入部分啊 它包括什么呢 生活支出啊 生活支出是必要性支出 那这部分呢 我们最好按照预算 来进行管控 然后是利息保费啊 利息保费 那这部分呢 实际上啊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让它变媒的 或者是减少的 只不过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啊 来把这个 这个相关的费用 或利息情况来进行重组 最后呢 这部分是储须啊 储须 那储须可以用于干嘛呢 一部分是提前还款啊 还债 或者是进行新的投资 那么新的投资部分 实际上是让我们的财富 继续持续性的啊 不断的增长的 这部分内容 所以我们经常提倡 年轻人呢 从年轻开始就进行 相关的一些投资 因为投资是让你 让你的这个财富啊 让你的这个 包括你的投资经验啊 不断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台阶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增加家庭的工作收入方面 当然我们可以 在原有的工作上 要积极表现啊 抓住机会来获得 晋升加息 那这个是一个正途啊 正途 那么如果我们工资呢 是既建制的话 那么通过加班 或增加工作量 来增加收入 但是请注意啊 如果你的加班 或增加工作量 已经到了一个人的人生的 就是你一个人的 生命质量的极限的话 那么这种方法 其实并不能很大的 提高你的收入 或者是说 你这种收入的提高呢 是以牺牲你自己的 这个健康啊 来获取的 这个我们就不提倡了啊 另外呢 在可能的情况下啊 争取第二份工作 或者是一些这个 通过写书稿呀 来赠得稿筹 或者是你要在淘宝店 自己开个小店啊 也可以增加一部分收入等等 另外呢 就是寻找好的工作机会啊 伺机跳槽 当然跳槽不是随便跳的啊 你必须要保证你新的工作啊 对和你原来的工作之间 有个职位上的差异 有个工资酬金上的这种差异 那么增加家庭理财的收入 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家庭理财的收入 它实际上是两个指标的相成 一个投资性资产 一个是投资报酬率 所以说呢 投资性资产的多少啊 就决定了你未来的 你投资的回报啊 它的基数是多大啊 基数是多大 那么投资性这个资产 那么每个年轻人实际上 都会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这样的过程啊 从无到有 也就是说你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是在哪逃得的 你有了第一桶金才能 有这个投资性资产 否则你天天的这个收入呢 仅仅够你吃喝 一时住行 那么你基本是没有什么投资的 这个可能的 所以呢 一般是等客观的环境出现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 抓住机会啊 比如说股市上升的时候 你跟随这波大牛市啊 你做了几波行情 你获得了一笔原始的 这个投资额 或者是呢 这个房价上扬的时候啊 房价上扬的时候 你当初不小心买了两套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中一套房子 你可以进行出售 或者是进行一些其他的出租啊 等等来获取你的投资性的 这个第一桶金 另外呢 如果投资时候能够 顾及到结税的规划的话 啊 那么我们说这部分 也可以节省下一批资金 特别是有一些税呢 它并不是绝对额的减少 就说你交税的时候 并不是说 这个整个交税应该交十万 我交了八万 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可以推迟交税的这一点 啊 就进行时间规划 也可以帮助我们 来进行这个 获得投资的足够的资金 那么一旦我们能够通过借款 来扩大我们的信用投资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呢 又确保是正的情况下 而且是大于借款利率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财务杠杆的作用 会达到数倍于一般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呢 通过杠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投资 扩大很多 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你的投资能够成功 是投资能够成功 所以呢杠杆的作用 它是双刃键 既可以让你加倍的 获取收益 也可以让你加倍的 那么掏更多的利息 所以呢 我们在建议呢 使用杠杆的时候 最好是比较慎重 比较慎重 而且这个杠杆的使用 当你通过借款 我们知道现在对家庭 或对个人的借款 都是需要抵押物的 所以你这个抵押物呢 我们从家庭理财的 长期的这个目标来说呢 我们不建议使用自由的 这个住房 或者是说你正常影响 正常生活安排这种住房 作为抵押物 否则呢 会造成你影响 基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家庭储蓄的 另外一个着眼点呢 就是继续降低 我们家庭生活的支出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省吃减用 省吃减用呢 这个原则呢 我觉得并不适合 我们现在的这个 大多数的都市的人群 因为呢 你说少上餐馆 少买衣服啊 尽量不买短期 用不着的东西 这只是控制我们的购物欲啊 控制我们的购物欲 但是谈不上省吃减用啊 就是该吃还是要吃的 该用还是要用的 我们能够开源的时候 尽量就 就是一般化的接力 不要特别的苛刻自己 否则我们生活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取了那么多的储蓄 那么多的钱 然后又 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啊 天天吃咸菜 那么就有点犯不上啊 但是呢 我们也并不是提倡奢侈 没有必要经常上餐馆 不是说 从省吃减用的这个角度 而是说这个餐馆呢 现在我们对人体健康 它是有伤害的 那么第二呢 就善用折扣啊 比如在打折的时候 下手同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 那么这个我们是提倡的 就是说 你购物时机的选择问题 像我们前一段 就是双十一 双十一 那很多东西是打折的 但是也要注意哈 这个东西一定是你比较了解的情况 否则 双十一的时候 人家把价格提上来 然后再打一个折 其实跟平时购物也差不多 那这种折扣 我们不享受也就罢了 另外呢 在出行方面 在出行方面 我们知道现在的交通工具很多 那不一定 就一定采取 一定自己驾车 因为你自己驾车出去 油钱是一块 堵车的成本是一块 另外停车停在哪 停车费用那么贵 所以越是节假日的时候呢 越提倡大家用地铁或公交的方式来出行 另外呢 我们为了控制 或者是降低家庭生活支出 还最好使用 这个支出预算 就相当于这个 孙悟空的金箍咒 那么我们用这个预算来控制 我们的这个支出情况 为我们的大额消费和旅游呢 进行一个资金的积累 另外呢 就是在玩乐和休闲方面 如果能使用公共产品的 我们知道有些公园现在是不收费的 博物馆是不收费的 图书馆也是不收费的 那么这些方式都可以成为你 休闲度假的一个主要方式 那么另外呢 就是降低家庭理财的支出 那么降低家庭理财的支出呢 好像 周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命题 我们感觉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家庭理财既然有相应的理财的项目 它的支出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说 你去购买股票 那股票你购买的印花税呀 手续费你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如何来降低家庭理财支出呢 第一个 我们举例子 比如像住房公积金贷款 那么在同样面临贷款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选择商业贷款 也可以选择公积金贷款 那公积金贷款的利率 明显低于商业房利率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选择 对我们更有利的 利息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低息贷款 那么另外 在我们支付能力有限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就直接去买房 而选择以租代购 比如像北上广深 这个房子已经十万一平的情况下 你这月收入才一万块钱 你非常勉强的自己去买一座房 去买一套房 给你构成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投资的可能 而且这个钱够不够还很难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莫不如 莫不如就租房 那么我们知道有时候租房 既是一种不得不以不有的选择 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选择 因为这个时候房价很高的时候 你再去买房 很可能被这个房价在高位套牢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莫不如以租代购 那么情况允许的时候呢 也可以进行保单的相应的调整 比如说呢 年轻人可以将储蓄型的受限 调整为保障型的受限 这样同样的保额之下呢 它的保费支出是有所下降的 此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零零碎碎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并介绍了 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 在进行家庭理财的项目选择方面 我们要同时考虑到家庭理财相关的一些成本 而且在同样的都有成本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选择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好 那么家庭预算的控制 我们提到家庭预算的控制方面呢 实际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你认识 你得认识上去说我家庭的这个资金呢 是需要预算来控制的 其实有很多人 关键这几步是因为没有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认识 就觉得反正我有钱呗 有钱就花呗 说将来用钱的时候再说 那么这种就是没有预算的这个思维 第二个呢 就是储蓄动机 要确定自己开源节流也好 是什么也好 你最后的动机是什么 你要为了什么 确定好这个动机 然后呢 确定开源节流的一个具体的方向 那么我们用一个收入支出的向线 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收入支出的和这个储蓄的关系 那么我们把收入分成高收入和低收入 支出呢 分成低支出和高支出 那么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四格向线 四格向线 那么第一种情况我们在高收入高支出的情况下 高收入高支出 由于这个时候呢 你的开源已经成功了 就是说你的收入来源是很丰富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什么呢 计划支出上 计划支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提高储蓄率 提高我们自由储蓄的这个金额 为投资呢 创造更多的资金来源 那么假如说你处于高收入和低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向线 我已经高收入低支出了 我们说这莫不如这不是很好吗 收入很多 支出很少 这个枣盆里的水越来越多 那么储蓄不就多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处于这个向线的话 那么我们的当务值级是干嘛呢 是要有效的运用这些储蓄提高投资收益 提高你的投资收益 因为你目前的高收入和低支出 只能保证你现在枣盆的水是比较高位的 并无法保证你未来 未来的你的这个储蓄能不能带来充分的回报 所以这个时候要合理的寻找投资项目 提高投资的收益 那假如你处于一个 这个低收入低支出的向线怎么办呢 低支出低收入 那低支出已经这么很低了 我们没有办法把支出压缩为零 因为人总是要活着的 那么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当务之急 就是通过加班加点或者是兼职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尽量的开源 创造其他的收入来源 提高收入的比重 那么如果进一步你处于一个高支出低收入 本来收入就低 进水就少 同时呢你需要支出的有很多 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钱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只能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 尽量避免消费性结贷 消费性结贷 好那么前面的这个四个向线的方向 我们具体的举例来说明 比如说在第一向线高收入和低支出的 高收入低支出 你的基本我们的定义呢 是年收入呢超过四万二 但年支出低于三万者 我们假设啊 这样属于一个高收入低支出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做到了开源节流 储蓄率已经比一般人高了 所以这个是重点的 就是如何运用储蓄来获得一个投资收益 或者是超额投资收益 所以呢这里边呢 既提到了我们有效的运用储蓄 同时也要注意 也要注意 那么我们呢也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呢 这个苛刻自己 苛刻自己 就是说你收入很高了 但是呢天天还穿着破衣服 踢了个破鞋 就像那个我们文学人物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形象 叫格郎台 像个吝啬鬼一样 平时别人管他借一文钱也不借 平时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晚上呢 跑到地窖里边数着钱玩 那过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那么如果是高收入高支出的 高收入高支出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属于赚的多花的也多 所以你的储蓄率呢 要比一般人要低 这个时候呢 你要控制你重点在节流 节流 那么尽量的控制自己的一个支出情况 将消费呢 真正花在有意义的需求上 那么具体来说呢 可以来比较一下自己的意识住行 你的花销和同龄人比较 是不是有点超支啊 比如说你一周去三次夜店 这个一个月 这项支出就很高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稍微的克制一下 那么最好能确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帮助自己逐渐达成储蓄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而低收入啊 低支出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你年收入很低 而且年支出也很低的 虽然保证保证了一定的储蓄率 但是呢 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你的重要的 这个这个理财的目标在于开源上 通过加班加点换工作呀 或者是这个 通过学习进修来换一个更高的这个职位呀等等啊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而低收入和高支出呢 那这就比较惨了啊 本来收入就低 然后支出又那么高 那怎么办呢 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通过借贷生活啊 那么首先这种情况就要量度为出 那么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家庭收支储蓄表的一个编制的案例 那么在这个原始的资料中 我们已经给出了啊 夫妻两个人 每年的税后工资呢 大概是16.5万元 那么他的利息情况啊 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 资本损失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获得了一些资本利得 但是损失也很大 另外呢 看来这个夫妻一方有其他的收入啊 有这个工薪外的收入啊 搞酬收入是0.5万元 同时呢 家庭的日常的支出大概是6万 赡养父母 那么子女都需要我们的这个中年的中年人 上有老下有小嘛 都需要支出一部分的金额 另外呢 两个人又有一些保费支出和房贷啊 房贷本金和利息的相应的支出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定期定额的定投的这个基金 好我们按照这个基础的资料 那么编制的储蓄表啊 储蓄表 首先两个人的工作收入啊 工资收入16.5万元 那么其他收入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 这个工这个稿费的收入是5000 所以他的工资收入呢 一共是17万元 那么在生活支出方面啊 生活支出方面 包括子女教育金支出1.5万元 家庭生活支出6万元 和其他生活支出1.2万元 这1.2万元呢是主要支付给父母啊 支援自己的老爹老妈啊 上有老这部分的支出 那么这个生活支出部分呢 累计是8万7 那么工作收入减去生活的支出 得到的就是工作储蓄额是8万3 8万3 那么理财收入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利息收入0.1万元啊 资本利得这部分呢 我们是反映在 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利润表 但是资本的损失 实现的资本损失 我们是不确认在这里的 而是确认在资产负债表中的 所以后面呢 我们的理财的收入方面 利息收入是1000元 资本利得呢 是负的1000元啊 负的1000元 所以呢我们的理财收入呢 是负的9000啊 负的9000元 那么理财支出方面啊 利息支出呢 这个利息支出呢 是买房子啊 买房子的这个利息支出 那么是2万元 保障性保费支出呢 是13000 啊 13000元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房贷的本金支出啊 房贷的本金支出 包括资本利得的损失 这部分呢 是不体现在我们的 收支储蓄表中的 而是要调整我们的 当期的资产负债表啊 得到这样的一个金额 所以最终呢 我们算得的这个 理财的储蓄呢 是负的42000 那么负的42000 再加上前面的 这个工作储蓄 那么当期实现的储蓄额呢 是41000元 好 那么家庭储蓄表啊 家庭储蓄表 我们 记载的是当时的啊 我们的储蓄应该如何运用啊 实际是怎么运用的 那么我们 这个 像前一个表 我们算出来 当期的储蓄表呢 是41000元 那么41000元 当期的储蓄有没有用啊 还是41000元 就放在账上放着 如果你让这个41000元 就如此趴在你的账上 趴过一个月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不会理财的表现 那至少这41000元 我们要适当的运用 假设呢 我们用以下的一个表 来看一看 我们实际的41000元 是怎么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 用到定期定额基金上 是12000 储蓄性保费呢 是1万 还呢 我们房贷的本金呢 是2万 也就是我们说 反映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 那部分内容 最后的自由储蓄额 其实我们算完这个 我们发现 一共是42000元 但是我们当期的储蓄 只有41000元 那么相当于 我们当期的自由储蓄 是一个负的1000元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实现 我们当期的一个 储蓄的这样的一个 运用的目标 还必须动用 以前的储蓄额 从以前的储蓄额中呢 借到1000块钱 用到本期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预算的数目 那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预算来约束 我们的实际支出的情况 那么最后呢 得到我们的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呢 就是我们下一步控制 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实际的这个储蓄呢 和我们的预算相比 少了2000块钱 那为什么少这2000块钱 那么我们可以 反过来检讨一下 可以反过来检讨一下 我们的资产 这个收支储蓄表中的 这个支出项目 是不是有哪些是 是超过了原来 我们的支出 比如说家庭生活支出6万 这里边是不是太多了 或怎么样 从而来逐渐的改进 或者是实现 我们的一个储蓄的目标 아니면我们的一个储蓄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